好,那我们开始,你告诉我解决什么问题啊? 我有查过这儿,我想解决这个问题 好好好,我看透一个人手上,哪里两个草帽啊? 两个草帽,帽子啊?农村里的草帽知道的吧? 两个草帽,两个草帽,哪里是? 不是这种草帽啊,是那个编出来的,这个是粘帽,这是国外的啊 中国的两个草帽啊,两个草帽拿在手上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所以说呢,一个手上拿着两个,他不知道带大的还是带小的呢? 不知道带大的还是带小的呢? 不知道带大的还是带小的呢? 我一直在游泳一下,我不知道带大的还是小的 然后呢,也看不清,也不知道手上拿着这个是大的还是带大的 也不知道这个小的还是这个小的 好像,好像总是拿不定主意啊 好像总是拿不定主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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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他,他搞不清楚是大还是小啊? 他总是搞不清楚是大还是小啊? 因为那个呢,他搞不清楚是大还是小的时候就没办法那个下水晶了 没办法下水晶了,脑袋就下水晶了 但是这个学生没有,对吧 学生没有的时候呢,脑袋又紧张又想做这个事 又想做又没做,又想做又没做,又想做又没做 脑袋一直在挣扎呀,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挣扎呀 我们再看下去 比如说,挑西瓜的时刻 要买西瓜的时刻 不是买大的还是买小的 不是买大的还是买小的 买大的还是买小的 买大的的话,单价就便宜一点 但总金额就大了 买小的时候,单价高了 但总金额低了 总是由于不去,由于不去,由于不去,由于不去 就像两个人啊 就像两个人在奋扎的 两个人在奋扎的 哦,这个时候我看到 我看到一个新娘啊 一个新娘啊 一个新娘 一个新娘 一个新娘啊 本来如果只介绍一个人就算了 就肯定是跟着这个人走的 碰巧同样的介绍的两个人 碰巧同样的介绍的两个人一个 同样的介绍两个人一个 这家人家 这家人家 钱多 但这家人家长得帅 这个钱多,这个帅 这个钱多,这个帅啊 我现在就搞不清楚到底要 到底要学哪个呀 搞不清楚到底要学哪个呀 那我钱也想要 帅也想要 现在就扔在那边啊 扔在那边啊 扔在那边就没办法 那个下手机那边啊 门白了下手机那以后 我一起一块看这边 哎呀,哎呀 哎呀,我提的人看出来了 提的 我提的看出来了呀 我就不知道怎么下手机呢 我不知道下手机那时候 我干脆就不动了呀 干脆我没有行动了 但你脑袋紧张得很 我知道,必须要选一个呀 哎,不担任 不担任是强迫的一个焦虑人 你们必须要选一个嘛 但我两个选不下来啊 我两个选不下来啊 现在好像人越来越紧张 我们到这个课程是开始了 我们还得看下去了 您先来告诉我 你看到这一幕有什么料话要说的 你一起去吧 你稍微说两句 为什么这样就跟妈妈互动 不是做一个旁观者了 现在我感觉你是一个旁观者 再加上我没看到你了 我感觉你就是没有以前 进入学生里面的旁观者 所以你稍微说几句话 我帮你带到场里来 我带到游异了以后 游异了以后 我告诉你 游异了以后 人产生焦虑了呀 游异了以后 随段时间都可以 看得见我的是吧 对 就会产生焦虑了呀 人产生焦虑了呀 你除了一个强迫症之外 还有一个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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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上来的时候 焦虑上来的时候 这个都是很难过 你知道吧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呀 因为买西瓜的时候 我买到的 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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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挂到总经了 在大陆 如果我买小的话 那我的单价意味着高了 总是想处于这里边 处于这里边 在斗争当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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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你知道你外婆的是吧 我外婆 嗯 你回忆回忆啊 嗯 我的外婆还在 嗯 我知道我说不出 嗯 然后外婆的前辈 她的伤害你还知道吧 嗯 她有 她没见过 你有没有听到 你的外婆 同你讲她妈妈的事情呢 嗯 很少 很少 很少是吧 嗯 我现在就只能 就慢慢一点点 帮你引到床里边 因为不然是像个旁观者一样的 嗯 你有没有看到你那个 外婆有什么 比较交易的症状吗 嗯 对 是会有 嗯 是会有是吧 哦 那你的外公呢 我的外公 没有 不是 我不是说 你外公 不是问你外公有没有交易的症状 不是问你外公有没有交易的症状 就是你外公的症状 你知道吧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嗯 你讲讲你的外公呢 我的外公 嗯 就是 当兵 然后 就是 人和草 在监督上 哦 哦 你看 现在 我知道 你那个 你的外公啊 身上是没有那种交易的症状 你那个外公有一点 然后 她的 她的伤害啊 她可能很少从你 或者 她没有多从你谈这样的事情啊 她就是跟我说 她的妈妈是裹小脚 然后她不要裹小脚 然后生活挺苦的 别人也没有说什么 嗯 嗯 然后 她有没有讲起 她妈妈的婚姻 事情 她妈妈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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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就像天上床下来的事情 她妈妈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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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有讲起 妈妈的婚姻 哎 这个事情呢 这个事情呢 就做在她妈妈 你外婆的妈妈的婚姻上面 她外婆的妈妈的婚姻上面 因为 你不知道她如果告诉你的 如果她直接把这个事情 告诉你的 那么 她妈妈 就是你外婆的妈妈的灵魂 就不会跑到你身上来 告诉你 明白意思吧 你 因为我之前也没办法 从你记什么样的例子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但我现在就是 一天就和你讲 哎 因为 外婆没有告诉你 她妈妈的事情 所以她妈妈的婚姻 直接找到你了 直接找到你 来告诉她的事情 来直接找到你了 来告诉她的事情 也就是说 就是说 你外婆的 妈妈的婚姻 跑到你身上来了 她有话从你说 哎 她有话从你说 她有话从你说 哎 然后你一听这些思路 慢慢慢慢跟进来 慢慢慢慢跟进来 就慢慢慢慢 因为你不知道她那个年代嘛 你不知道她那个年代嘛 你就慢慢慢慢思路 慢慢慢慢跟她那个年代去的话 慢慢慢慢 从她的那个生活 慢慢对应上来 慢慢慢慢 从她的生活对应上来 慢慢 从她的生活对应上来 嗯 嗯 嗯 那么你现在慢慢地跟着 我从你的那是太外图的应该叫 慢慢从那个太外图慢慢开始沟通 慢慢从那个太外图一定开始沟通 本来它就像沟通的 你慢慢从它沟通 你跟它说 你生活的那个年代 所有人都现在不一样 你生活的那个年代 同现在不一样 你生活的那个年代 同现在不一样 你生活的那个年代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那么你多说两句这句话 你生活的那个年代 在我们现在不一样 你生活的那个年代 跟你们现在不一样 诶 然后你说 尤其谈到婚姻的时候 有受财力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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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但这个财力啊 不是 不只是个钱的事啊 这个从钱 像你外婆这里 太太妇这里 从钱关系不到 就像那个定金知道吧 就像那个定金 我们就是一般的 哪个地方做一个买卖的话 定金一收的话 意味着说定下来了呀 这个事啊 你就后来就不好反悔了呀 不好反悔了呀 但是有个事情 假如说 我刚做了定金 发现更好的买家在那边 那不是现在跳脚啊 退也不好退 你慢慢能感觉到这种痛苦了吧 就差了几个小时呀 就差了几个小时呀 哎呀 急呀 心里急得很啊 心里急得很啊 实际上我发现这个焦躁比强火还厉害啊 焦躁得很啊 焦地呀 焦地呀 他在夜里边的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那个 猫咋的感觉 胸啊 这个是心浪的前面啊 哎呀 这边像猫咋的感觉呀 哎呀 就差了几个小时呀 就差了几个小时呀 你对你的胎儿不错 哎呀 就差了几个小时呀 就差了几个小时呀 哎呀 就差了几个小时呀 就差了几个小时呀 哎呀 就差了几个小时呀 就差了几个小时呀 那你再来该多好吧 如果前面那个财力 你的爸爸没有收下来 该多好呀 哎对对 你反过说这句话 他反过说这句话 如果那个财力 你的爸爸没有收下来 该多好呀 哎对呀 你你只能这样说了呀 如果那个财力 你的爸爸没有把它收下来 该多好呀 嗯 如果之前那个财力 你的爸爸没有把它收下来 该多好呀 哎 再多说几句 多说几句 多说几句 那如果之前的那个财力 你的爸爸没有把它收下来 该多好呀 嗯 然后呢 你的那个财力 嗯 嗯 继续说 你的爸爸没有把它收下来 该多好呀 然后你停下来 就是因为这份财力收下来了以后 你再也没办法改变你的命运了 就是因为你收下了这份财力 所以你就在��把他改变你的命运了 但是你又心里又不服啊 但是你心里又不服啊 但你心里又不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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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得那种增长 好像到我手上的东西都不是我的 都不是我想要的 到我手上都不是我想要的 到了我手上都不是我想要的 你身份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到了我手上的东西我感觉都不是我想要的 不是很强烈吧 对 然后你强烈的是什么 就是担心和焦虑吧 对啊实际上我告诉你 我一开始一直说焦虑嘛 一直说焦虑呢 那个焦虑是比你强暴很严重 明白吧 所以我这个故事那一上来以后 我说焦虑很严重 有时候焦虑到这个要抓胸部 要抓胸部的感觉啊 像猫抓的那种感觉 像猫抓的那种感觉 你自己知道吧 嗯 尤其要下囚禁的时候 尤其要下囚禁的时候 后来就影响你的下囚禁 后来就影响到焦虑到 有影响到你下囚禁 嗯 这个时候你再 再从你拿个太外婆说 我知道 你对你这段婚姻呢 不满意 我知道你对你这段婚姻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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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满意的 就是你的爸爸 收下的彩礼 没有再多想一下子 所以不满意的就是 你的爸爸收下的彩礼 没多想一下子 如果满了几个小时的话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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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你就说 但这个你改变不过来了 但这个你改变不过来了 改变不过来了 改变不过来了 然后呢,你现在只能对他慢慢慢慢聊聊天 聊聊天,聊聊天,聊聊天,说不定我们在看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对他说,有的时候,你就对他说,有的时候 不一定你选的那个东西就是不对的 有的时候不一定你选的那个东西就是不对的 你比如说买西瓜的时候 大西瓜它的单价便宜,但它的总金额 就大 小西瓜单价贵,但总金额小 你又想单价低,又想总金额少 这不可能的 你又想单价低,又想总金额少,就是不可能的 他一听到这个以后,他抖了一下子 抖了一下子,他好像觉得有道理 觉得有道理 觉得有道理,像人物给了一下子 一开始被人抖了一下子 然后你说,我们现在有个词叫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你继续同他说这句话 继续同他说这句话 我们现在有句话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我们现在有个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继续说这句话 我们现在有句话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他妈妈也听进去了 你说,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种人活得比较交叉的 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种人活得比较骚洒的 就是买完东西以后再也不会打成价格 就是买完东西之后再也不会打成价格 对,买完东西以后再也不会打成价格 买完东西以后再也不会打成价格 这样的人就活得新款比胖 生活当中也没有焦虑 生活当中也没有焦虑 而另外一种人呢 买完东西以后还同人家去比较价格 而另外一种人呢 买完东西还同人家去比较价格 越比啊 越觉得自己吃亏了,买贵了 越比啊,越觉得自己吃亏了,买贵了 嗯,这样就越来越把自己打击了一下 越来越把自己打击了一下 越来越把自己打击了一下 你越来越把自己打击了一下 越来越把自己打击了一下 你发现吗 打击的时候总是在胸部啊 我不知道问一下 你胸部有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刚才在搞难胸部呢 嗯,应该会有五线张双 嗯,你看 哦,是在主编严重吗 嗯,主编严重 嗯,应该主编严重点 你看我,我整个过程当中啊 你看我一直拍主编了 要么就拍到那个,心脏上有问题 要么那个,五线上有问题 但那主编严重 你看啊,像那个垂胸胸肚子的样子 一天就打了个胸部呢 你比如说买完东西以后 买完东西以后一看,这个价格比我买 现在的价格比我买的是个便宜 他心里又是那个,那叫垂胸凳主啊 垂胸凳主啊,又教育上来了 又教育上来了啊 哎,你那个胎部说 如果这样就永远没有底了 如果这样就永远没有底了 哎,这样永远没有底了 这样就永远没有底了 哎,永远没有底了 哎,这个的办法 把自己买下的决定 认为是最好的一个决定 最好就是把自己买下的那个决定 就成为最好的决定 哎,对 最好把自己下的决心的那个决定 认为是最好的一个决定 最好就把自己下的决心的那个决定 认为是最好的决定 哎,这样一说以后好像呢 松了一口气啊 哎,这么一说以后 那个太太法好像松了一口气啊 但是,我现在我感觉的是 那个在那边堵的感觉啊 胸部啊,主胸部还是堵的感觉啊 主胸部堵的感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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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他觉得 他觉得比气啊,比在那边啊 就是自己下去就没笑还嘛 总是觉得比气的感觉啊 哎,总是比气的感觉啊 总是比气的感觉啊 总是比气的感觉啊 你要把自己下的每一个决定 都认为是最高明的决定 你要把自己下的每一个决定 都认为是最高明的决定 哎,然后你对他说 我感觉啊 我感觉啊 那个太太公啊 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感觉啊 那个太太公啊 他是非常好的人 哎,他是最适合你的人 他是最适合你的人 最适合你的人 最适合你的人 你认为那个 好的那个人啊 你认为另外一个 感觉 适合你的人啊 你认为另外一个 嗯 适合你的人啊 你认为适合你的人啊 你认为适合你的人啊 据我所知啊 他后来过的生活过得很惨 据我所知啊 他后来过的生活过得很惨 哎 因为你看到纸代表 你继续告诉他 人呐过得很惨 你认为好的那个人 他生活之间过得很惨 你认为适合你的那个人 实际上生活过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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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太外公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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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天这个校园比那个太外公差远了 就是比他的丈夫差远的时候 他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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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心事 就慢慢往太外公那边靠拢了 原来靠不过去啊 我现在我不知道你的婚姻账款 假如说他这个问题没解决的话 你那个太外婆一直在你身上 就婚姻关系不会好 或者呢是找比如说你找男朋友 我不正正账款啊 要么婚姻不好 要么没没找到之前的话 就是比较难找 因为他的秋季这个正在你身上吧 我的婚姻状况挺好的 你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好 好 然后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既然在你身上的话 他一直没忘他呢 在帐篷上面靠不起 一直处于中间状态 一直处于中间状态 那么他一旦在你身上的话 有这样的动力就带出来 好 我们看过去 我们看过去 然后你对他说 你对他说 那个太外公就是你最适合的人 太外公就是你最适合的人 第二个来找你的那个人 后来的生活过得很惨很惨 第二个后来来找你的那个人 生活过得很惨很惨 对你继续做 你看他慢慢慢慢把那个靠过去了 太外公是很好的人 嗯 第二个找你的那个人 生活过得很惨很惨 对对你继续这样说 继续这样说 越是这样说 他越是靠过去了 太外公是很好的人 你后来看的那个人 第二个人 后来生活过得很惨很惨 对对对你继续说 太外公是很好的人 你看到的第二个人 后来生活过得很惨很惨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状况 你那个太外婆在你身上 然后你说自己话的时候 她慢慢从你身上离开了 她的灵魂从你身上离开了 慢慢走向她的那个 帐户那个方向去了 走向她的帐户那个方向去了 你说啊 太外公是最适合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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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 她就这样摟戴她的 摟戴她的胳膊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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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她已经离开了你身体了 她已经离开了你身体了 她已经离开了你身体了 跟着他的太太宫跟着他的丈夫 跟着他的丈夫和灵魂走了 现在你下了就是决心走了 所以说我看了以后 你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焦地 焦地症 焦地就是来自太太婆的 来自太太婆的 然后我们再聊几件 一边聊一边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事情 聊到过程当中 你看到哪个地方从你比较像 因为有的时候 你本身是没问题的 就被人一复以后 有的人的不好的方面 或者其中一个方面就特别强烈 跑到你身上来了 我觉得 但我的性格本来就容易焦虑 然后说是比较最终完美 对 你说是本来 实际上很大的因素是来自你的太太婆这边的 哦 因为在你身上分辨不出来的吗 分辨不出来吗 以为是你自己的性格 所以我一上来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焦地症 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焦地症 然后随着他来离开 那个焦地也会慢慢放下来 慢慢放下来 那么刚才你说婚姻账况没什么事的话 还好 他把婚姻的账况 不好的都没有太多的带过来 但他的焦地也把你带过来了 明白吧 因为我平台当中有的人 把他好多方面带过来 有的人把他其中一个方面带得特别强烈 哦 那么还好 你说婚姻账况挺好 那还好 他那个 他那个就是婚姻账况 就是一直想 离得很远的感觉 从他丈夫啊 这个后来你从他那个 你从他沟通以后 认为这个是选择最高的选择 他一过去以后 从你身上离开了 一离开了以后呢 随着时间推移 后面啊 你那个焦地的增长 那会慢慢慢慢就有改善很多 嗯 所以你说那个强迫症呢 时间周历症比那个强迫症也重 但是有很明显的那个强迫的行为 哎 你给我强迫我听听的 你记几个例子就行了 记几个例子 比如说强迫的行为呢 就比如说 然后说门可能就觉得没有做好 然后就会跑回去看 但是跑回去一回时候还是觉得不放心 然后可能还会再跑回去两边检查 是不是把门做好 嗯 这样反复 嗯 比如说关注的龙头啊之类的 就是反复的去检查这些东西 嗯 这个是实际上 这居然实际上什么 说起来是个强迫啊 实际上还是个交定 你交定以后 把应该记得住的东西 忘掉了 就像一个人啊 我们一开始来记的例子啊 到底是带着那个帽子 是带着大人了还小的 带着大人了还小的 大人了还小的 他脑袋里有几个搞下来 是个幽默子也没带 明白吧 嗯 就像你这个继续在上面的话 最后忘掉了呀 根本就帽子没带在上面 这谁弄得关了还没关 根本不知道了呀 门锁了没说 他就 他关了就不在上面 实际上真的想这个事情的关注点 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这里呢 实际上就是还是一个他下囚禁的时候 当时同事在犹豫的时候 犹豫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没住下去 即使住了他也没有 就像这个他选了他自己的账户嘛 已经选择了嘛 就像你龙头已经关了嘛 他感觉还没选 他总觉得现在还没学 应该要学那个去 或者学完了你忽略到了 还在想到那边 就是你水龙头已经关了 他感觉我还没关 就像那个 我明明丈夫也学好了 已经结婚了 他脑子里想着 我如果同样的结婚该都好 就感觉还没住的感觉 明白吧 我有感觉就是我知道 其实我已经关好水龙头了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想要去再检查一遍 他是不是真的关好了 那你现在我把这个分解开来 你看就明白这里到底了吧 原则在这里呢 而且这里引出了一个很 很大的焦力感 焦力感比那个强国生还厉害 好 然后你把他 把你那个 太外婆这一幕啊 寄到他心里去 你那个外婆 必须知道这个事 如果知道的话 他不会同你讲 因为他没有同你讲 所以他就绕过来了 来找到你了 然后你记得他了以后 这个事情也从他沟通了 他就慢慢离开了 然后呢我整个过程的 那个录像房给你看一下 你就慢慢寄到心里去 寄到心里去 他就慢慢就走了 不在你身上了 我只需要 只需要在心里记得有这件事情 对 记得这个事 这里就没有特别要住的事 就是 这个就是把这个 记到脑袋里边 这件事 对 为了更好的技术 你把那个来东西们 记到脑袋里边 就是你记得了 他就不来找你了 而且这个来东西们 我就也告诉你 一上来的时候 大的草帽 小的草帽到底在哪呢 西瓜埋大的还是小的 就是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啊 犹豫不决的时候 人一旦犹豫不决的时候 人就焦虑就产生了呀 焦虑感产生了呀 所以那个焦虑感就 就是很明显 焦虑感就死死可以浮上来 随着那个 太外货离开以后 就慢慢这个 这个正常就慢慢会离开 明白了吧 这里边有些肉的感觉 有些肉的感觉呢 你那个到时候的录像 你 多看几遍 多看几遍 你就慢慢就看到了 好 那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吧 那我不需要特殊做什么事 那这里边没有特殊要做什么 没有提醒要特殊的做什么事 那我吃的药什么都还正常在吃 药的话呢 你过段时间 你感觉这个症状 慢慢慢慢 焦虑感那种事情 慢慢剪下来的话 然后呢 你开始剪药 但这个药 因为那个抗精神这一类的药啊 不能一下子停药的 停药会反调避 以前还严重 只能慢慢剪量 你比如说 剪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你剪 用它这个 四分之三的量 用上三到四个星期 然后呢 用它这个二分之一的量 再三到四个星期 然后 再用四分之一的量 就是一开始四分之三 后来变成二分之一 后来变成四分之一 然后留着一点点慢慢剪 你感觉 不能一下子停 一下子停的话 就正常人吃到这种药 都会有一个叫反调作用 药物的反调作用 如果突然停药 会有一个反应 就是人比以前还好 药只能慢慢停 这是药物的副作用引起的 哦 嗯 那我实在感觉就是说 我的焦虑强迫症 有好转之后才 对 你感觉 你感觉慢慢开始好转 慢慢开始好转了以后呢 你想停药 不是一下子停药 就是慢慢减药 减量 减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减 再减 不能一下子停药 这是药物的副作用在上面 嗯 好 好 嗯 好 那就先这样了啊 嗯 好的 好的 好 好 好 再见啊